大家好,快在线的各位学生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审计课堂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九章,销售与收款循环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章的考情分析 本章是非常重要的章节,近些年主要是考综合体的 本章比较有意思,主要考综合体是有一定的综合性,一定的难度的 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主要是要理顺我们审计的流程 建立分险导向的审计的思路 然后近五年呢,我们本章的考试的平均分析是六到七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本章学习的难度 本章的学习的整体来说比较抽象,难度适中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本章的学习要求 由于本章啊,它主要是考主观体的应用性很强 所以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重点一定要理解,要理清思路 然后通过做题掌握风险评估的三部曲 并寄一些审计的一些基本的程序来应对我们的主观体就可以 那有很多同学都反馈了 是啊,九到第十二章我怎么听不太懂呢 特别是第九第十章,听得我总是晕晕乎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考试的内容和咱们课程的内容相差是比较大的 由于你没有做过审计实务 那你听这块内容呢,相对来说会感觉很空洞 很抽象,不知道讲的是什么 所以你听起来会比较累 那我们现在听课做题都是为了什么呢? 都是为了能够通过考试 所以你在本章学习的时候如果觉得很费劲 觉得老是听不懂没关系 能理解多少尽量去理解多少 然后能通过好好的做题 争取把本章的分数拿到手就可以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本章的重要考点 本章的考点呢有四个 其中我们的民意收入相关的认定以及实际程序 应收账款的含证 还有销售交易的风险评估 这三块呢是三星级的支持点 因为对一个企业来说收入是极其重要的 大家想那我们的收入和什么报表项目相关呀 你看借应收账款或银行存款 代主业务收入对吧 所以它的对手的报表项目就是应收账款 因此这两个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它是非常爱考的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接着就是做风险评估 那这三个支持点呢是三星级的 接着了解我们销售和收款循环的 主要业务活动呢只是两星级的 那了解其实也是为了便于做风险评估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我们本章教材的变化情况 我们本章教材有哪些变化呢 一共有四点变化 第一个是按销售单装用货物 改为按出库单装用货物 这个名字稍微改了一下啊 第二是增加评估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相关内容 那么这块实际上是跟我们的第七章做了一个同步的变动 然后第三按新的风险评估准的修改相应的内容 这还是和我们第七章相关 第四修改销售和收款循环的重大做风险和逆时事的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总体方案 也就是我们教材的表9-4的相关内容 好 这有四点的变化 那对我们考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本章在考试的时候主要是考主观题的 尤其是考我们综合题的第一部分风险评估 以及后面的一些实际程序的相关的内容 那就这些变化内容 对我们考主观题估计影响不会很大 那但是呢我们考试的时候 注意按照新教材的一些最新表述作答 如你看这是按销售单装用货 装用货物对吧 现在改成了按粗货单 一定要按照我们新的表述来应对考试就可以 接着呢我们看一下本章的框架结构 本章一共是五节 第一节是介绍我们销售和收款循环的一个整体的特点 第二节是介绍它的主要业务活动和相关的内部控制 那么第三节是我们来看销售和收款的循环 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重大做风险 然后第四节呢就做控测试 第五节做实际程序 它是这样一个流程哈 那我们在讲之前呢 首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做一个课程导入 你看这是我们经常出现的一个主角 谁啊 李小白对吧 李小白呢现在跟着他的组长王大庆到我们甲公司来做审计 然后李小白到了这单位以后呢就开始向我们的组长王大庆提问 因为李小白是一个问题大王 总是有十万个为什么 那我们这次李小白问的是什么问题呢 李小白问我们的王大庆 王老师王老师 你看我们这次来审甲公司的一共有六个人 那是不是咱们审的时候是这样分配工作的呀 小张他负责审流动资产 然后小赵他负责审固定资产 我们这个小葛呢 他负责审流动负债 然后另外一个负责审我们非流动负债 还有人专门守我们利润表 是不是这样来进行分配工作的 哎 这王大庆一听 哦 你问的这个问题还是蛮好的 蛮有意思的 因此我们的王组长就开始给他回答 在我们审计当中 我们究竟按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审计呢 那我们在审的时候呢 有两种审计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账户法 这就是我们刚才小白同学他提到的 是按照我们财务报表的顺序 然后对每个账户余额单独进行审计 我把流动资产分一个人 然后我把我的长期资产分给一个人 流动负债分给一个人 长期负债分给一个人 接着我们把那个利润表整个分给一个人 还有一小块 就是我们的所值权 这块我再分给一个人 这也就是一种什么 按我们财务报表的每个项目进行审计 这种方法叫账户法 那这样审计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这来看一下 你看我们拿到的资产负债表 首先就是银行存款 对吧 然后接着应收账款 你会发现 你在审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的时候 有可能你要去找我们的假公司 也就是备审单位 要跟我们资料 为啥 那应收账款怎么形成呢 不就是我们销售后以后形成的吗 给对方只要是收销的话 就会形成应收账款 对吧 而银行存款怎么形成呢 不也是我销售完产品之后 然后收到了对方的钱产生的吗 对吧 所以我们小张如果负责审计 咱们的流动资产的话 他可能就会去找我们假公司的会计 要一遍相关的资料 你把你的销售合同给我一下 然后你把一些资料给我一下 去问他要一遍资料 结果呢 我们小葛呢 他负责审利润表 那利润表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的应用收入 第二是应用成本 对不对 由于我们小葛他负责审 应用收入 他也会去找我们被审单位 会计再要一遍 你看你把你的销售合同给我提供一份 把你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资料 给我提供一份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一个什么问题 两者的工作是不是重复了 你看两个人 可能都去问我们的会计 需要这样的资料 两个人工作是重复了 对不对 那这是第一个 会产生重复的一种现象 为什么呀 因为很简单 你看我们被审单位 他的业务活动 他发生完了以后 咱们会计 如何用会计的语言来进行记录呢 那我们的会计语言就是他 就是我们的会计分录呀 我们如果销售了一个产品 那会计分录是这样来进行记录的 借银行存款 或者借应收账款 然后贷主应用收入 对吗 因此你看 这俩一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啊 那既然借方和贷方 他们是在一次的业务活动当中产生的 如果我们采用账户法进行审计的话 就会产生这种重复的现象 而现在如果按照我们业务的流程 按照我们业务究竟如何发生来进行审计的话 就会省事 对吧 那我们现在小张一个人负责审计 我们的销售和收款循环的话 他直接去问我们的财务 嗯 要一变资料就OK了 不需要重复去问他要 对吧 所以 采用正乎法进行审计的话 容易产生重复的问题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我负责流动资产 他负责流动负债 他负责长期负债 他负责我们的利润表 那么就容易产生什么 我们各管各自的一亩三分地 然后各扫门泉学 有可能会产生信息割裂的问题 没有从通盘考虑 对吗 好 这又是他的第二个弊端 由于我们的正乎法 有这些弊端 所以 我们往往在审计当中 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法 叫循环法 什么是循环法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根据我们被审计单位 他的业务流程是什么样的 然后他内部控制是如何设计的 然后对应进行审计 好 你看我们一个企业 他要想正常的运转 最终产生经营成果 那他需要我们运作好人财物 然后呢 管理好共产销 对不对 由于他要管好人财物 然后整体运作好共产销 那这样的话 他就产生了以下的 也有循环 第一个循环是什么呢 最典型的就是销售和收款循环 这是首当其冲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 都是以销定产 不像我们传统的企业 先把产品生产出来 然后再去找买家 对吧 现在大可能单位都是以销定产 所以首当其冲的第一个循环 就是销售与收款循环 现在有人向我订购某个产品 那我现在就要准备生产 我怎么生产呢 我需要原材料 因此我需要去采购原材料 好 你看这就涉及到了三个循环 第一个是销售与收款循环 第二是生产与存货循环 第三是采购与付款循环 那如果我要正常生产的话 我需要用到工人 那么这时候 自然而然会有人力资源和工资的循环 而在整个生产经营的过程当中 都少不了我们的货币资金 因为货币资金对一个企业来说 它其实就是血液 所以还有一个循环 是我们货币资金相关的以及投资和策资的相关的一个循环 好你看这就是我们企业按照它的一个业务流程 以及内控的管理会有这么多的循环 由于它有这么多的循环 因此我们在审计的时候就根据它的业务流程来进行了解 进行测试 好这就是咱们第二种方法 也就是看循环法径审计 好我们的王老师呢给李小白做了这番解释之后 李小白觉得原来我们都是用循环法径审计啊 那我们接着来看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说过 我们首先要对被审计单位做一个全面而详细的了解 对不对 也就是做风险评估 那我们做风险评估的时候 我们如何开展呢 首先要了解它有哪些业务活动 它整体的业务流程是什么样的 这家单位处在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 他们的行业有什么样的特点 然后现在处于行业周期的高分阶段还是低谷阶段 这个国内国外的一些大的环境 对他们单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我们对这个单位全面的做了解之后 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这家单位今年面临的经营风险是大还是小 那今年这家单位它的这个压力是大还是小 对吧 这有个全面而宏观的了解 那我们对宏观层面了解完之后呢 我们还要了解它具体的围观的层面 看一下这家单位 它具体有哪些业务流程 那中间会涉及到哪些业务活动 我们了解完它的业务活动之后呢 我们接着要关注 它有这些业务活动 有哪些地方是容易发生错报的 哪些地方是风险点 我们如果识别出这些风险点之后呢 我们接着要看被审计单位 它有没有针对这些风险点 针对这些容易出错的地方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来进行预防 来进行纠正 好 那我们就要看它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控制 如果我们识别出了风险点 而被审计单位它却没有识别出来 也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那么相对来说 这家单位的风险相对是比较大的 因为你看 我们都看出来它很容易出问题 但是对方却毫无察觉 对方却对此没有任何的反应 那它出现问题的概率就非常之大 而如果我们了解完它的业务活动 我们也识别出来 它可能在一二三三个环节容易出现问题 而被审计单位对此早就知道了 人家早就做到胸有成素 对这三个容易出问题的环节 人家都有非常完善的一套规章制度 来进行约束 来预防 来纠正这种错误 这种问题的发生 那我们就放心了 那说明这家单位 它整体的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最后这样便于我们来做一个风险评估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们在做风险评估 从宏观进行了解 了解完了以后 再了解它的微观 全面了解完之后呢 我们最终对这家单位 整体的风险做一个评价 它是高风险 中风险 还是低风险 对吧 好 我们做完评价之后 我们的风险评估完成之后 我们接着就要开始做风险应对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识别出 是宏观层面的风险 它是影响一大片的 那么这时候就是报表层的风险 而如果我们识别出来 是微观层面有一些问题 如它的营业收入 可能会存在虚增虚构的问题 它的营业成本 可能会存在虚增虚构的问题 还有应收上款虚增虚构的问题 假如说我们现在识别出来 是微观层面 有三个报表项目 它们分别都是虚增虚构的问题 也就是违反了我们的 发生认定和存在认定 你看这是微观层面 那么这显然就是 我们认定层的风险 对吧 而对报表层的风险 那我们如何做风险应对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采用 总体的应对措施 而对这么认定层的风险 我们又如何做风险应对呢 这时候就要采取我们具体的 审计程序来进行应对 对吧 也就是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那我们进一步的审计程序呢 又会涉及到 有可能要做控测试 注意看这个控测试呢 是虚险 不是实的啊 因为我们的控测试 可做可不做的 两性比测试 另外一个就是要做实质型程序 好 这就是我们的风险应对 大家听完我讲的这些 是不是有一种 实陈相似的感觉呀 你看这风险评估是我们哪张讲的 第七张讲的 风险应对呢 是第八张讲的 我们第一到第六张 讲的是我们审计的一些基本原理 一些基本的概念 然后第七第八张就讲 我们到底如何做审计 我们怎么做风险评估 怎么做风险应对 但是我们第七第八张 实际上是在搭一个整体的框架 而现在呢 我们进入到第九到第十二张 那么在这个阶段 我们重点是 把我们如何做风险评估和如何做风险应对 和企业的具体的业务活动 具体的流程相结合 这样让我们具体审计的时候 不仅有框架 也就是第七第八张讲的全是框架 对吧 还有具体的血肉 九到十二张讲的都具体的血肉 我们在不同的业务循环当中 我们究竟如何开展风险评估 如何开展风险应对 好 这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业务循环的逻辑思路图 从这就可以看到 我们审计它的逻辑其实是非常强的 至于要求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多琢磨多思考 你没事干就要想一想 我们教材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么讲呀 它和前后有什么样一个联系呀 那我现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呀 当你搞清楚了这些问题之后 你学起来才不会那么费劲 你看我们的第一章专门给大家讲过 我们审计业务的流程图 对吧 我们审计业务它是怎么开展的 业务承接 然后计划 接着大头就是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 也就是我们第七第八张讲的内容 那么第七第八张讲的是一个框架 也就是一个大的股价 而血肉呢 是我们第九到第十二章来进行讲解的 也就是把我们的框架和血肉完全进行结合 那么我们真正把审计的程序全部做完之后 也就是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全部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出审计报告了 也就是我们可以出成果了 这就是我们整个审计的流程 好 这是一个基本的流程 如果啊 这家单位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然后整体来说审计比较简单 那这就基本结束了 但是如果这家单位会设置到其他的一些问题 如可能他的存货类别特别的特殊 我们注册环境是根本无法搞定 这家单位呢是专门生产销售珠宝的 你看珠宝这种东西多专业啊 对我们普通人我们根本肉眼无法分辨 对吧 这是我们考虑要利用专家的工作 那么这时候就会涉及到我们第15章的相关内容 利用他人的工作 如果我们现在审计的假公司 它不是一个单单的公司 而是一个大型的企业集团 这时候就会涉及到什么 它有大量的组成部分 组成部分又如何进行审计呢 那么这时候就会涉及到我们第16章的内容 而如果我们在审计的过程当中 碰到了关联方的问题 还碰到了大量会计估计的问题 那么这时候就会涉及到我们17章的内容 看到吗 我们如果在审计的过程当中 一些特殊的事项 那就是我们第13章到第17章里面讲到的内容 好 这样的话就把我们整个审计的流程 通过这样一张流程图给大家窜起来了 那我们在学的时候呢 要时时刻想一想 我现在听的内容 处在我的流程图的哪一个位置 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 这样学起来才不至于晕晕乎乎 才不至于感觉非常的迷蒙 因为你一旦学的时候感觉迷迷糊糊 迷迷糊糊的话 那么学习的效果肯定是大大折扣的 好 我们刚才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课程导入 让大家知道 我们的第9到第12章 它是处在我们整个审计的业务流程图的哪个位置 我们具体是怎么应用的 下面呢 我们正式开始讲解第一节销售与收款循环的特点 那我们在讲销售与收款循环的特点之前呢 我们首先以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网络购物的例子 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销售和收款循环会涉及到哪些环节 相信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经常网购对吧 因为现在电商网络平台是特别特别的发达 有一些小商品 有一些东西 可能你在生活当中 也就是在你的这种实体购物当中 不好买 但是你在网上输入相应的信息 一搜马上就出来了 一下单可能几天以后的快递就到了 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们就拿我们非常常见的网购为例子 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销售和收款当中会涉及到哪些业务活动 好你看这是我们的小张 小张呢 现在要装修家里的房子 想的是要给家里装一个空调 由于家里既有老人又有小孩 所以想装一个质量稍微好一点的空调 那就选择了一个品牌的中央空调 他呢就拿出我们手机 通过什么京东啦淘宝啦 等等这样的一些平台开始订购我们的中央空调 因此他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订购货物 对吧 那商家收到了这个订购单之后呢 货物就出库了 然后通过我们的什么中通远通顺分之类的 这个货物就开始配送 开始运输了 那最终我们小张呢 现在就收到了这个中央空调签收了 他一旦签收之后呢 我们的电商平台就会把这个钱打给商家 商家就收到钱了 你看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网络购物的流程 对吧 这里面涉及到几步 第一订购货物 第二货物出库 然后第三物流配送 第四货物签收 第五商家收到钱 当然像他这种大额的商品 可能还会让商家开发票 而如果我们生活当中买个十块八块的一个小东西 我们会让商家 你给我开发票 会开吗 不需要 对不对 好 大额的往往可能这里还要再增加一股开发票 这就是我们网络购物的一个流程 你看这里面涉及到一二三四五五步 而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 是从客户端 也就是从我们买这个东西 这一端来进行讲解的 那现在我们反过来看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商家 别人来向我订购货物 那又是怎么样一个处理的流程呢 你看刚才是我们小张 他要装修房子 要买一台中央空调 假如说这台中央空调是价值五万 而现在呢 我们某一个品牌中央空调的商家 收到了这样一个大额的订单 什么订单呢 是一个开发商 因为开发商呢 他有一批精装修的房子 那精装修的配置当中 就有中央空调 有兴奋系统等等 因此他要订购一大批的中央空调 那他要订购的数量是多少呢 假如说他要订购一千台 他要订购一千台 因此我们这个中央空调的厂家 就收到了这么一个订单 然后呢 接着就生成销售单 我们注意看 你看一千台中央空调 假如说一台是五万的话 一千台就是五千万 那我们的这个繁地厂商 会直接给他打款五千万吗 肯定不会 一般都会要求对方 你给我设销 给我一个涨期 给我一个月 两个月或者三个月等等 对吧 越是这种比较强势的开发商 他可能要求的涨期就越长 为什么呀 因为他比较有话语权嘛 所以这时候他要求对方 给他提供一个涨期 也就是要求设销 那我们现在这个空调的厂家呢 他就需要批准设销 看一下 这一家开发商 他的信誉如何 私自如何 那能不能给他设销 对吧 那么这时候我们这个 空调厂家的信用管理部 就要对此做一个批准 如果已经批准了 这时候呢 货物就正常的开始出库 然后我们物流部门 就开始发运货物 同时我们财务部门呢 就要开具相应的发票 那接着是我们的开发商呢 收到了这批中央空调 那就开始做签收 接着我们的财务部 要记录自己销售 我们一共销售了1000台 中央空调 一台是5万 那一共的销售额就是5000万 好财务部要记录销售 那接着再往后看 提取坏账准备和合销坏账 这是怎么回事呢 假如说 我们这个空调厂家 很不幸啊 他合作的是某某大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开发商 非常有名的某某大 已经爆雷了 对吧 他现在合作的就是某某大 他已经爆雷了 已经跑路了 这个钱能收回来吗 根本收不回来 这时候怎么办呀 这时候我们的空调厂家 就得按规定开始提取坏账准备 如果我们这个空调厂家 他内部的归账制度 是这样规定的 如果账期超过了一年 那么就要提5%的坏账准备 如果账期超过两年 就要提15%的坏账准备 他就按照他的规定 开始提了5%的坏账准备 好到了第二年 又提到15% 结果等了三年 这个开发商呢 还没有任何要还款的迹象 因此呢 我们这个空调厂家 就按照他们企业内部的 相关的一个规定 对这个坏账做一个合销 好 最终我们销售1000台 中央空调的这个销售交易 全部完成了 从这里就会看到 我们网络购物 如果从我们客户这段来看 非常的简单 就五步就完成了 对不对 如果是大额的话 我还开一个发票 而是小额的 根本不涉及开发票的问题 而从我们的商家段来看 那相对来说 设计的流程就比较多 特别是 如果是这种大额的订单 往往会涉及到 社交的问题 会提供一个账期的问题 那么这时候 它整体的流程 就会比较多了 好 那么刚才通过我们生活当中 非常常见的网络购物 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们整体销售和收款 会涉及到哪些业务流程 那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教材的内容 那我们第一节呢 讲的是销售和收款循环的特点 本节呢 主要介绍了销售和收款循环 设计的主要业务单据和会计的记录 具体内容结合第二节 了解销售和收款循环的 作业务活动 学习和掌握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本节就不展开学习 那本节你主要是 用我们生活当中 非常常见的网购来理解 如果销售了会设置到哪些环节 它的业务流程是什么样的 我们客户端是什么样的 然后商家端又是什么样的 理解这块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节 销售和收款循环的 主要业务活动和相关的 内部控制 那我们在前面 给大家专门说了 我们如何来做业务循环的 一个审计 这就涉及到两大步 一个是做风险评估 一个是做风险应对 那做风险评估 我们要对这家单位宏观层面 做一些了解 同时要对它的微观层面 业务活动做充分的了解 因此我们首先要了解 它的业务活动 那么了解业务活动 同时呢 我们就要关注哪些环节 容易出问题 容易保雷 是我们的风险点 那接着就要看 被审单位对这些风险点 有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有没有相应的内控 来进行约束 来进行预防 那最终我们来评价 它的风险是高 还是中还是低 好 这就是我们整体一个思路 那我们第一节呢 涉及到的就是 我们要充分了解 它的业务活动 和它的内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了解 它的业务活动 和相关内控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思路 梳理一下 我们了解业务活动的时候 我们要关注什么呢 首先我们关注 它会涉及到哪些环节 它具体是什么样 一个处理的流程 对被审计单位来说 第一步如何处理 第二步又如何处理 第三步如何处理 那不同的业务 可能环节是不一样的 那不同的行业 也是不同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如我们现在 审计的是一个什么 就是普通的一种 贸易型的企业 那贸易型企业 它其实主要赚的是 买卖的一个差价 对不对 所以对它来说 它的业务流程 就会涉及到从供应商 到采购货物 然后呢 自己可能稍微存储一下 接着再卖给客户 你看它一共就涉及到 这三大步 对吧 你看这是我们的 这种贸易类的客户 接着我们再来 看另外一种类型的客户 如果这是一种金融行业的客户 举例是银行 那银行它的主要业务模式是什么 它的流程是什么 那往往就是 这边要吸收存款 就像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 到银行去存钱 对吧 那老百姓到银行去存钱 它付给我们 按三年期 现在大概是3%左右的一个利息 如果一年期的话 只有1%几 这是它付给我们的利息 那它把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存款 吸收进来之后 怎么赚钱呢 很简单 它要把这钱拿出去放贷 带给那些需要钱的中小企业 国企等等 对吧 那它放贷的时候 它的利率是多少呢 你看现在的房贷利率 大概在4%左右 而我们的中小企业融资的 一个利率成本 也是45%或者6%左右 你看它放贷是4% 而到它那存钱 它要付出去的利息是1% 那么中间就有3%的利差 对吧 因此它赚的就是这个利差的钱 从这就可以看到 我们银行它的主要义务流程 涉及到第一 吸收存款 第二放贷 除了这以外 可能还会提供一些其他的付 这就是它的主要义务流程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我们最常见的制造业 而我们中国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 那么我们制造业会 又会涉及到哪些流程呢 我们制造业会涉及到 接受客户订单 以销定产 接受我的订单之后 我就赶紧生产 那生产之前 我需要原材料 我要采购 所以如果是制造业 它就会涉及到 接受订单 然后生产 然后采购这几大流程 对吧 所以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客户 它的流程 它的环节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根据这个客户 具体的情况 来进行具体的了解 最后要具体分析 那接着是 我们在了解这些流程 这些关键性的环节的时候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 看看这其中都有哪些 关键性的凭证 因为对一个企业来说 它要管理的话 一定是很计划的管理 对吧 不能完全靠口头 往往都要很计划的管理 因此它就会留下一系列的凭证 那我们就要关注 每一个环节当中 都有哪些关键性的凭证 然后各个环节 有哪些部门来进行负责 是不是涉及到了 我们不相容职务 不相容职务 有没有做到分离 接着是 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进行管理 因此我们在了解 被使用单位的业务活动 还有它整体的业务流程 以及内控的时候 就要关注这些点 第一关注 它有哪些环节 它是什么样一个流程 那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客户 他们的环节流程 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要关注 它有哪些关键性的凭证 要关注 他们是哪些部门 来进行负责 来进行管理的 那管理的一些 关键的控制活动 都有哪些 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详细了解 业务活动和相关 内部控制的一个程序 嗯 那我们如何 来了解它的 内部控制 如何了解它的业务活动 会用到哪些兵器呢 我们首先看 我们用到的兵器 第一询问 如果询问销售部门呢 仓促部门呢 财务部门啊 还有我阅读 我阅读 他们单位的一些 流程手册呀 内部控制手册呀 或者说业务流程图等等 往往有很多单位 它的业务流程图 都是挂在墙上的 我们就直接可以看 它涉及到哪些环节 它整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那么第三 我们可以做现场的观察 观察销售和收款流程当中 特定控制的应用 如观察仓促人员 是否及如何将装运的 商品和销售单进行核对 我们可以在旁边看 看它具体怎么做的 然后第四 我们可以检查销售单 出货单 客户对账单等文件资料 那么用到的是检查这个兵器 第五 实行穿行测试 我们在第七章 专门讲过 穿行测试 实际上就是 对它的所有的控制节点 全部过一遍 通过我们自己来过一遍 对它的整体的流程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不全面的了解 如选取一笔 已收款的交易 然后追踪 从接受订单 到收款的整个过程 好 这就是我们了解 被省单的业务活动和内控 用到哪些兵器 第一 用询问 第二 阅读 第三 观察 第四 检查 第五 穿行测试 那接着我们看 要求在实施 风险评估程序的时候 注册款式需要充分了解和记录 销售和收款循环当中的 业务活动 考虑业务流程中 可能发生重大挫暴的环节 进而识别和了解 被省单 为应对这些可能的挫暴 而设计的相关控制 并通过诸如 穿行测试等方法 对这些流程和相关控制 加以证实 看到吗 这就是我们首先 要对它的微观的 业务活动 要做了解 在边了解 就要想 它哪些地方可能容易出错 是薄弱环节 是分险点 接着我们就要看 被省单位 对这些分险点 对这些薄弱环节 有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来进行约束 来进行管理 来进行预防 而如果有的话 那相对来说比较好 如果没有的话 那完了 这样单位管理的很不规范 很容易出问题 对吧 这样我们来做风险评估 好 那我们刚才呢 给大家讲的一个例子 就是网购 而我们的客户端 它是怎么样一个流程 涉及到哪些环节 而商家端又会涉及到 什么样的流程 会涉及到哪些环节 对吧 那我们刚才 已经用图的形式 给大家说明一下 整体的流程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表格 我们再看这个表格的时候呢 我们关键是要看 整个业务流程当中 会涉及到什么样的 凭证和记录 以及它对应的我们 财务报表的哪些项目 以及会影响到 什么样的认定 好 首先 第一大活动 就是我们的销售 那销售呢 我们涉及到主要业务活动 刚才讲过了 首先是接受客户的订购单 如果客户要求设销 提供一个账期的话 就会涉及到 批准设销信用的问题 对吧 设销通过了之后 那我们这时候就会 根据销售单 出库 发货 然后按出库端 装运货物 物流部门 叫装运货物 那接着我们财务部门 向客户开局发票 同时记录销售 如果是设销 如果是限销等等 如果涉及到 可编对价的情况的话 那我在记录可编对价 还有呢 我办理现金 银行存款等的收入 而如果涨期到了 它给我们打款了 我们要做这块的记录 而如果是设销 它一直不还 不还钱 它一直不给我们打款 那么这时候 会涉及到 具体坏账准备的问题 假如到了一定的期限 它还是没有还钱 那我们会涉及到 坏账可销的问题 好 这个主要的业务活动 我们刚才已经通过 这个流程图的形式 给大家讲过 对吧 你看这里面 涉及到这么多环节 这么多的业务活动 那它会影响到 什么样的财务报表项目呢 那具体又会影响到 什么认定呢 首先影响的 就是我们的收入 因为你看这一系列的活动 这么多的环节 实际上就和被审议单位 它的收入是直接相关的 对吧 那用我们会计员 来进行记录的话 就是借应收账款 或者银行存款 带我们组营有收入 因此首先影响的 就是我们的营业收入 那营业收入 最容易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呢 最容易出现的 就是取增虚构的问题 所以它有可能影响 我们的发生认定 它有可能会出现 违反发生认定的问题 好 这是我们的贷方式营业收入 那接着我们看 我们的借方 会影响到什么报表项目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 营收票据呀 营收账款呀 我们的营收账款融资呀 合同资产呀等等 那如果我们营业收入 它是虚增虚构的 那对应 我们的营收账款 可能也是虚增虚构的 营业收入 它违反的是发生认定 我们的营收账款 违反的是什么 违反的就是 存在认定 好 你看 这就是我们影响到 我们财务报表的 什么项目 然后具体是 什么样的一个认定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 在整个 业务流程当中 涉及到这么多的环节 这些环节都要 用恒际化来进行管理 对吧 那什么样来体现 它的恒际化呢 就是涉及到 各种各样的业务凭证 你看接受客户订购单 那这时候的业务凭证 就是客户的订购单 然后批准设销信用 那么这时候会涉及到 在我们的订购单 还有销售单上 进行一个批准设销 接着呢 是装运出户 会涉及到我们的出口单 那为客户开具发票 会涉及到我们 主要的凭证发票 那开发票的时候 还要需要用到 我们的商品项目表 对照我们的项目表 来进行开票 对吧 好 它把这个货物 已经发给了客户 客户已经签收了 那我们这边 已经记账了 那月底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和客户 进行对账 因此会涉及到 一个关键性的凭证 对账单 我们已经销售完了 然后月底的时候 我们会形成 我们的一个报表 会形成我们的一个 明细账 所以这会涉及到 我们明细账 好 那接着会涉及到 我们的转账凭证 以及代向通知单 假如说 我们涉及到 可变对价记录的问题 那么有可变对价的 一个款记录 好 我们刚才讲完了 销售会影响到 哪些财务报表项目 以及相关的认定 那我们接着来看 我们收款 又会影响到哪些 你看我们收款 如果对方按账期 给我们打款的话 那是最灵向的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收到 对方打来的资金 打来的款项 我们就要销账 销原来的应收账款 那这时候我们要记录 我们收到多少银行存款 所以会涉及到 我们的货币资金 好 那我们销我们的应收账款 那如果对方一直不汇款 这时候我们要考虑到 记录坏账的问题 那记录坏账会涉及到 什么项目 信用减的损失 资产减的损失 等等 那我们同样和收款相关 会涉及到什么样的凭证呢 会涉及到什么 汇款通知书啦 还有我们现金之价 银行存款日记账啦 客户对账单啦 收款凭证啦 如果涉及到我们的 记录坏账的话 那么会涉及到 我们坏账相关的一些资料 如果我们最终 把它的坏账合销掉的话 会涉及到我们坏账合销的 一个审批表 转账的凭证等等 好 这就是我们的销售和收款 会涉及到哪些业务活动 会涉及到什么样的 报表项目和认定 以及会涉及到 哪些主要的凭证 咱们刚才呢 把我们销售和收款 主要涉及到的 报表项目相关的认定 以及会涉及到哪些 关键性的凭证 给大家大致说了一下 下面呢 我们就要来详细看 销售和收款的整个流程 它有哪些业务活动 那具体业务活动 是怎么开展的 在业务活动当中 有哪些薄弱的环节 然后被省计单位 它设置了什么样的控制 会影响到我们 什么样的认定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步 接受客户订购单 那它是什么样的 一个业务活动呢 首先由客户提出 订货的要求 生成客户订购单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的房地产开发商 它现在要买一千台中央空调 这就是它的一个需求 对吧 然后生成了低谷单 我们这个中央空调的厂家呢 就会根据以前列出 以批准销售客户名单 决定是否同意接受 某客户的订单 有好多同学就不理解 哦有客户向你下单 要购买货物 你还要考虑要不要向他卖 你当然要考虑了 因为其实我们做买卖做买卖 我愿买你愿卖对不对 而在我们的淘宝商家 往往他们都有一个什么 都有一个黑名单的客户的一个信息 什么意思 哪些会列入黑名单 我举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我以前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个例子 那有些淘宝商家呢 就非常委屈 他说有一个女性客户 在他们家店呢 一次性买入了30件的衣服 买完之后呢 就开始把衣服一个一个试穿 试穿完了之后呢 拍出美美的照片 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入朋友圈啦 小红书啦 发了一圈 把这衣服都试穿完了之后呢 把这30件衣服全部退货了 你看由于我们的这种 网上的淘宝平台 几乎都支持7天5里有退货 对不对 你看30件衣服给他运送过来 要付运费 要付打包费 要付人工费等等 然后再退回去 还要分减 还要处理 又是一大笔的成本 所以对这种动不动 就试穿 试穿完了以后拍完照片 发完社交媒体上就退货的 这类的客户 往往都会进到我们淘宝上架的黑名单当中 所以如果这个客户是在黑名单当中 往往就不会给他卖相应的商品 好 说的就这个意思啊 那接着如果该客户未被列入 已经批准这种名单 则通常需要销售部门的主管来决定是否同意销售 假如说没列进去 我们要审核一项 要不要向他买货 如果同意并确定销售应编制一时多连的销售单 你看客户那端他下订单 然后这时候是订购单 我们内部呢生成销售单 好销售单注意和我们销售交易的什么认定有关 注意发生认定有关 为什么和发生认定有关 因为发生实际上就是看你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对吧 嗯 有客户的订购单 然后我们生成销售单 这说明这笔业务的确是真真实实发生的 所以它和我们的发生认定相关 那接着我们来进入第二步 批准设销信用 你看我们的房地产开发商 现在呢订购的是1000台中央空调 那一下涉及的金额是5000万 一般来说不可能直接5000万打款打过去了 大部分都会申请涉销 你给我一个涨期 如果是涉销业务的话 销售单由信用管理部门 根据管理层的涉销政策 在每个客户以授权的信用额度内进行审批 这是什么意思啊 嗯 这个很简单 而假如说我们现在假公司呢 它专门就是生产空调的厂家 然后现在以公司呢 向它发起了 我要买1000台中央空调的 这样一个订购的信息 那并且以公司说 你要给我涉销一下 我申请一个月的涨期 那我们假公司就要衡量一下 你看1000台空调一共是5000万 我要不要给你涉销呢 我如果能给你涉销的话 我最多能给你涉销多少金额呢 所以它要对此做一个衡量和审批 那为什么要设计我们信用审批 这么一个环节呢 主要是为了降低信用损失的风险 很简单 你看我把货发给你了 然后对方拿到货以后 该进行下一步的经济活动 就进行下一步经济活动了 但如果一直不给我们假公司回款的话 那么这块假公司就会没受损失 所以说它必须要做好批准 设销信用这样的管理 那接着我们看 我们怎么来进行设销的审批 如果执行的是人工奢销信用检查 要避免销售人员未扩大销售 而是企业门售不适当的信用风险 这是什么意思 一般来说我们企业的奢销管理部门 和我们的销售部门一定是分开的 为什么 很简单 你看我们销售部门 它的主要目标就是卖货 卖货再卖货 通过卖货拿到奖金对吧 它不管后期能不能收回款项 而我们的信用管理部门 要起到一个牵制的作用 我们的确可以通过奢销的方式 来扩大我们的一个市场的份额 来提高我们品牌的一个影响力 然后来使我们的客群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也同时要防范 万一收不回款的这种风险 所以我们要对奢销的客户 做一个审批 不是所有的客户都可以奢销的 万一你奢销出去 肉泡子打狗 一去不回 那我们企业就门手损失了 所以信用部门要看一下 你的信用情况如何 还款能力如何 那后期能不能按时的把款项 给我们打回来 这样起到一种什么 牵制的作用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企业 销售部门和信用管理部门 两个一定是分开的 一定不能由我们销售部门 它来批准设销 如果由它来批准设销的话 它肯定希望每个人都设销 只要把货卖出就行了 那这样的话 后期很可能款项无法收回 给我们企业造成损失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 然后对新客户通常硬进行信用调查 我们要调查一下 它整体的背景 它整体的一个情况 就像是最简单的 你看 现在如果我们要买房子 办理房贷的话 银行是不是要求你提供 你的一个信用报告呀 对吧 你把你的真信报告全部拉一下 然后它看你上面有没有违约的记录 看你是不是在网上什么各种 什么3650小贷了 什么百度小贷了 一大堆的那种小贷公司去贷款 贷了一大堆 如果在你的真信记录上显示 你从网络的各种平台 各个地方都去贷款的话 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信用是有问题的 你太缺钱了 到处去贷款 对吧 往往这样 对方是拒贷的 不给你贷款 为啥不给你贷款 就怕 万一你还不上钱怎么办呀 对不对 如果真的给你贷款的话 往往审批下来的这个利率 也是比较高的 因为你的信用比较差嘛 所以你要付出的资金的成本 就比较高 好 我们接着看第四 无论是否批准 设销都要求被授权的信用管理部门 在销售单上签署意见 并传递至销售部门 你不管你批不批准这个设销 那我们的信用管理部门都要签字 都要把这些意见写上去 接着我们看第五 在使用信息系统实现自动化控制技术的企业 通常通过信息技术应用程序 自动检查定购单设计的客户 是否已经被列入在批准的客户名单内 以及设销的金额是否仍然在信用额度内 这类控制网络通过系统设置得以体现 那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我们假如说 我们对客户分成ABCD四个级别 A类的客户我们最多设销1000万 一共累积1000万 B类客户最多800万 C类客户最多是500万 D类客户最多是100万 假如现在乙公司向我们来申请设销 他原来呢已经设销了200万 那么现在这次最多 只能再给他收800万 他这次订货一共订了5000万 对不起 你必须要付4200万的现金 剩下800万才能给你设销 因为我们最大设销额度就是1000万 说的就是个意思 他是通过我们系统来进行实现的 好 那我们接着看 对不满足条件的情形 则要求管理层特别批准 假如说我们现在这家单位 他要买这5000万的空调 对吧 最多的一个新额度是1000万 他超了 那么超了这时候怎么办 要求管理层特别批准 看管理层能给你批多少了 这时候涉及到我们人工批准的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注意事项 无论是人工或信息系统 均需要进行审批 不管是人工还是自动 对这个设销一定要进行审批 这样才能把控我们的信用风险 防止出现坏账损失 第二个注意事项 信用管理部门和销售部门 不能是同一个部门 实行不相容的职责 一定要相互分离的控制 我前面就讲了 销售部门和信用管理部门 一定不能是同一个部门 如果放在我们销售部门 那等于就没有审批了 那我们销售部门就一门心思 想把货物销售出去 他才不管后期能不能回款呢 好 接着我们看我们相关的认定 会设在应收票据应收账款融资 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准计分的认定 因为涉及到设销 主要和我们后期的货外账准备有关 而我们在第一章讲认定的时候 就给大家说 如果设到什么准备了 什么折旧了 什么贪销了 你马上要想到什么认定 准计分认定 你要条件反射啊 准计分认定 咱们考试的时候还什么小孩考的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步 根据销售单编制出货单并发货 你看假如说我们现在 假公司已经批准了这个设销 于是就开始要发货了 那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仓库管理人员只有在收到经批准的销售单以后 才能编制出货单并安排发货 注意 他一定是收到了已经批准的销售单 这时候呢 才能安排发货 也就是看这个销售单上有没有人签 有没有人批准 那批准人没问题 他才能发货 那接着 这项控制只在防止仓库管理人员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 三次发货 这很简单 你看那些货物都是有价值的 对不对 如果没有经过授权就发货的话 那货很可能就发到他家里去了 接着我们来看 以批准的销售单是仓库根据授权发货的一个依据 它一定要根据已经签过的 已经批准过的销售单来发货 如果没有这个批准的销售单 它是无权编制出货单 无权定发货的 接着 在使用信息技术的企业 信息技术应用程序 可能在销售单经批准后 才生成连续编号的出货单 并按照设定的要求 对出货单和销售单的相关内容 经核对 那么这指的是那些使用ERP系统 SIP系统等等 它全部使用信息系统 那么它就会用我们的系统来自动生成出货单 好 那么这一块和我们的什么认定有关呢 你看销售单的流转 与我们销售交易的完整性有关 那就看有没有隐瞒 有没有遗漏的 有没有少计漏计的 接着我们看第四股 按出货单装运货物 你看我们刚才已经流转到了我们的仓储部门 对吧 仓储部门就开始出货 出货 把货物运输出仓库 那我们的物流部门呢 就要运送到客户那去了 产品配送人员在发货时 清点货物 确认和出货单一致 并且在出货单上签字确认 并进行货物的运输 我们的物流部门 在出货单上检查一下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话签字确认 然后开始运货 那么这时候会涉及到我们什么认定呢 定期检查每张装运评证后 均有付有相应的销售发票 和销售交易的完整性有关 我们的出货单 我们的销售单 它都是一对应的 而如果说有缺失的 那很可能就会出现少计漏计的问题 所以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完整性 接着我们第五步向客户开具发票 好这就涉及到我们财务部门了 那我们财务部门呢 要向客户开具发票 开具发票涉及到什么问题呢 有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是否对所有发运的货物 需以开具的发票 比如说你看 我只要发出去的货物 假如我发了502件货 我的502件是不是都开票了 再就是看有没有遗漏 有没有少计漏计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完整性认定 那接着是 是否仅对实际发运的货物 开具发票 有无重复开具发票 或需开发票 那这里面就确认 你看我们一共是发了502个 你开票的时候 是不是按502开的 你是不是只开了500个 还是开了505个 你有没有少开 有没有多开 也就是有没有需开 那么这和我们的发生认定相关 第三 是否按已经授权批准的 商品价目表 所列的价格开具发票 那我就要接着看一下 你开票的时候 都金额有没有弄错呀 你看我们那个商品价目表 列室的这个中央空调 假如说是5万块钱一台 而你在开票的时候 开了501,200 那你注意 你这个数据就开错了 这时候什么认定的问题 注意准确性认定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里面 设计到的认定 是发生完整性和准确性 接着我们再往后看 为了降低开票过程中 出现的遗漏 重复错误计价 和其他的差错的风险 企业常常设立以下的控制 你看我们企业也怕开错票呀 因为开出去票 马上就要交税了 对不对 所以它也要设计一些 规章制度来防止 出错 我们来看什么样的制度 第一 在开具销售发票前 负责开发票的员工 要检查是否存在出户单 和相应经批准的销售单 他在开票之前 也要再对一下 看这个货物 是不是真的出户了 那真的出户 用什么来证明 什么凭证来证明 就是出户单 同时也要看一下 这个货物是不是 真的是客户订购的 有没有内部生成的 这种已经批准的销售单 所以他要对出户单和销售单 第二 根据以授权批准的商品价目表 来开局发票 那么他开票的时候 会涉及到一个金额 对吧 这个单价 他一定要根据 已经批准的商品价目表 防止开错价格 然后第三 将出户单的发货数量 和相对应的销售发票的 商品数量进行比较 你看我们的发票要开局的话 一块是单价 假如说单价是五万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数量 对吧 那我们单价 要和商品价目表进行核对 我们的数量呢 我们的数量一定要和 我们发货的数量进行核对 发货的数量在出户单上体现出来 所以两者都核对清楚之后 我们保证我们最后 开票的金额不出错 好 这里面就会涉及到 我们的发生完整性和准确性 相关的认定 接着我们来看第六步 记录销售 那我们财务部门怎么来记录销售呢 首先根据有效的出口单和销售单 记录销售 我们在整个流程当中 这个出口单和销售单 都会往下流转 都会流转到我们的财务 那我们财务部收到这些凭证之后 我们开始记账 因为我们记账记账 一定要依据对吧 那出口单和销售单 这都是原始凭证 好接着是使用事先连续编号的销售发票 并对发票使用情况进行监控 你看出口单销售单 发票都是很重要的原始凭证 那有了这原始凭证之后 我们才能够记账 接着是独立检查销售发票 所载的销售金额和快记录的金额是否一致 我们记账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记错了 那发票上一共假如说是5000万 那我们记账的时候也按5000万来记 不能记成4980万和5200万 那都记错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它的一致性 接着记录销售的职责 以处理销售交易的其他功能进行分离 那么这就强调 我们不相容职责一定要分离 好最常见最常见的 就是会计和出纳的职务要进行分离 因为我们出纳是负责收钱的 对不对 我们会计是负责记账的 收钱和记账的必须要分离 如果不分离会出现什么情况 那反正是我收钱也是我记账 这笔账我就不记了 这个钱我就放进了自己家的口袋 那么就会出现贪污浓浓公款的情况 好这是我们第四点 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哪些认定呢 发生完整性准确性相关的认定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控制活动呢 对我们记录过程 设计的有关记录的接触权限 与限制减少未经授权批准的记录发生 那我们在记账的时候 不能胡乱记账 对吧 因为我们作为会计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 我们所做的账都要有依据 没有依据是不能做账的 所以我们对此要做一个限制 然后第六 定期独立检查 应收票据应收款 向它的明细账和总账的一致性 那我记完账之后呢 我一定要定期对一下明细账和总账 有没有差异有没有问题 第七 由不负责现金出纳和销售及应收票据等管理的人员 定期向客户挤发对账单 对不符的事项进行调查 必要是调整快捷记录 编制对账情况汇总表 报告并交给管理层进行审核 那么这就涉及到什么呢 我们账已经记完了 到月末的时候 我们需要和客户进行对账 因为我们向你设销了5000万的货 对吧 那我就应收你5000万的一个款项 因此我们到月底的时候 要和仪写进行对账 看有没有差异 我这块记录的是5000万 你那边记录的是多少 如果对方记录的是4800万 那么中间就有200万的差异 对这200万的差异 我们一定要调查原因 好 接着我们看第七步 办理和记录现金银行存款的收入 那么这就涉及到什么 你看我们是赦给了对方5000万的货物 然后一个月的账期到了 对方按时打款 这时候我们就要记录 我们的现金和银行存款的收入 在办理和记录现金银行存款收入 那企业最关心的就是货币资金的安全 因为人民币人人都喜欢 对吧 所以它的安全性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 处理货币资金收入是要保证 全部的货币资金 如数及时的记录现金银行存款日记账 或相应的明细账 并如数及时的将现金存入银行 好 这就是我们对于记账 就是记我们的现金银行存款日记账 最关注的环节 一定要如数及时的记录 接着我们看 企业通过粗纳和现金日记账的 职责分离 现金盘点 编制银行余和调节表 定期向客户发送 对资单等控制来实现上述目的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记账的一定不能负责收钱 收钱的一定不能负责记账 两者一定要做职责分离 并且我们后期要有一些检查性的控制 如编制银行存款 预额调节表 还有我们现金的盘点表 以及定期向客户发送对资单 通过在后期的检查性控制 来防止来纠正各种错误的发生 接着我们看第八部 确认和记录可变对价的估计和结算情况 那么这个呢 有的时候可能会涉及 如果合同当中存在可变对价 企业需要对记录交易价格的可变对价进行估计 那并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 重新估计应记录交易价格的可变对价的金额 以如实反映报告期末存在的情况 和报告期内发生的情况变化 这块如果有的话就设计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设计 接着我们看第九部 集体坏账准备 因为我们设计到的是一个奢销业务 那奢销业务最理想的就是 到了账期 一个月到了 人家把钱打过来 对不对 但是这几年 整体的大环境不太好 尤其是疫情影响了三年 有很多的企业生存都非常的困难 很可能到期根本还不上钱 一直拖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的假公司就得集体坏账准备 好 企业一般定期对我们营收票据 营收款项融资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 然后根据我们估计的结果 确认信用减的损失 并集体坏账准备 管理层要对这个估计进行符合和批准 那么这块和我们什么认定相关 和我们的准确性 计价和分摊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准几分认定相关 因为一提到坏账准备 存货低下准备 然后我们的摊销 我们的折旧 马上就要想到准几分认定 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合销坏账 好 这一步呢 又往后进行了 假如说他欠了我们三年的款项 都没办法给我们还钱 然后我们三催四请还是还不了 就是怎么办 我们可能会涉及到合销坏账的问题 不管社销部门的工作如何变动 客户因为经营不善 宣告破产死亡等原因 不支付货款的事仍然可能发生 在我们实际的商务活动当中 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常见 如有证据表明 某项货款已经无法收回 如对方破产了 对方的这个企业组死亡了 那么这时候企业通过适当的审秘程序 促销该笔营收账款 好 这就要把我们原来集体的坏账 要做一个合销 这和我们的准积分认定相关 好 刚才呢 我们把销售和收款 涉及到所有的业务环节 然后关键的一些控制 涉及到哪些认定 全部给大家讲完了 下面呢 我们来看 要文嚼字 录了三分 第一 为什么要了解 被审判的业务流程 为什么是放在第一位的 注意大家想为什么一定要了解 他的业务流程 很简单 我们做风险评估 首先要对被审判的宏观的情况 要做了解 如他的行业的状况 然后他的法律 法规性的政策 监管的政策等等 是吧 那了解完宏观之后 我们还要了解微观的 也就是了解他的业务流程 他的业务活动 会涉及到哪些环节 哪些环节容易出问题 哪些环节是风险点 往往这些容易出问题的 风险点 就是我们做风险导向 审计的切入点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了解 好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放在第一位的原因 接着 第二 为什么要考虑业务活动 对应什么凭证 因为很简单 我们企业做管理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横计划管理 那他的横计划管理 他的载体是什么 就是重要的业务凭证 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 这些重要的业务凭证 第三 了解业务活动 会使用哪些程序 那我们去了解 他的业务活动的时候 去了解他整体的业务流程 还要涉及到环节的时候 往后用到询问 问问你们单位 整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有哪些环节呀 然后我会观察 我要实地看一下 你们到底怎么做的 然后还会涉及到什么 窜行测试 还有检查 对吧 我检查你相关的一些 手册呀 相关的一些 横计划的资料呀 相应的记录文件等等 所以会涉及到 我们的询问 检查观察 窜行测试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真题 2014年的真题 下列认定中 与销售信用审批控制 相关的是 A 准确性 计价和分摊 也就是准积分认定 B 发生 C 权利用 D 完整性 大家想想 我们刚刚给大家讲过 设销审批 它关键是要防止出现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控制 被审计单位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制度 它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坏账的问题 那坏账和我们什么认定相关 注意和准积分认定相关 那这点一再给大家说 你提到坏账啊 坏账准备啊 存货低价准备啊 看到准备样子 还有我们的折旧贪消 你马上要想到准积分认定 准积分认定 在咱们考试的时候 综合体出现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因此这道题应该选的就是A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